你这书乌骨色骨香的真不错啊 你来是不是有事跟我说啊 没事啊 肯定有事 你跟我说 你想知道什么事 我想知道什么你还不知道啊 可以说 这么活啊 你说你真的对她不上心吧 我还不信 你说你这一辈子最爱的一个女人 你能不上心吗 我看你这小子有点点背 没有桃花玉 最关键的约会让你给错过了 她是不是生气了 你不废话吗 你说一个女的 她的男人每天口口声声地说爱她 想她 甚至把哥们朋友都发动起来了 临了临了 最关键的一个约会给错过了 是你你不生气啊 不过这事吧 也不是没有补救的方法 什么办法 你肯定知道 什么办法 等着 我给你弄点水去 我给你齐杯龙井 这还都能上 好 来 今年的新茶 行 不错 不错 说话呀 什么呀 这个啊 是昨天她走的时候落在我们家的 我就长了个心眼 我就没追出去 这叫什么知道吗 这叫亡羊补劳为师为晚 这好 这好 行吗 你说啊我要是个女的 昨天我被别人放了鸽子 我今天就能原谅她吗 这么活儿不是我说你 你要是跟女的这么矫情 这一辈子都嫁不出去了 你得做什么 你得死皮赖脸 知道吧 就算她不同意 不原谅你 咱厚黑血 死皮赖脸 跟她死磕 我就不信不信 对 跟她磕 不过 不过 不过什么 也没什么 怎么回事你今天 我跟你说啊 做事最关键的是什么 细节 走了 上班去 细节 来 地雷的秘密找到 来 来 喝碗子啊 你把那边那本书给我拿过来 对了 对 来 喝碗子啊 好 你说这奇不奇怪啊 怎么了 我这两天 又把所有的证据和材料 重新看了一遍 其实我的当事人 是很占据优势的 可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非要等到 丰泰正式接手721地块 进入倒计时的时候 才寻求法律帮助 你以为人人都像你啊 有这么强的法律意识 他们就是些没见过世面的法盲 话不能这么说 越是法盲 就越是弱势群体 他就越需要像我这样的人 给予他们帮助 我 我知道 那谷大律师 谷雨 这个案子 有把我吗 我一文傻话了 我家谷雨 向来是掌握不上的 夸张了啊 这个案子即便不是我接手 但凡打过合同纠纷案的律师 也都会十打就稳的 只是他们偏偏选中了我 而且 听说是一个叫王雨洪的人 推荐的我 跟我压根儿 我就不认识这么个人 你平生在外啊 你不认识的 可认识你的人多了去了 对吧 我觉得吧 关键是要把官司答应了 用你的三寸不烂之舌 让丰泰乖乖交出补偿金 到那时候 这对谷雨律师事务所 该是多大的宣传哪 将来我也好跟别人吹 是我老婆刚刚自立门户 就取得了叫人战戏 对不起 你当时打比赛呢 有什么可值得吹的 为我的当事人 为我的当事人 维护合法权益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倒是你啊 最近为了让我安心工作 你是忙前忙后 我当然是很感谢你 不过 你对自己的事情 你要上点心 不能算是斗志 你放心吧 我的斗志 比任何生活都强 老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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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八卦了啊 老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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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八卦了啊 你冤枉我了 我真没八卦 这不是七二一地痞的事吗 这是又打官司了 您不知道啊 我知道啊 铁军都告诉我了 不是没什么问题吗 刚才狐律师来过了 刚才狐律师来过了 说原告啊 向法院提供的新的证据啊 对咱们不利 怎么可能啊 当初收购这块地皮的时候 咱们手续是齐全的 收购也是合法的 咱们是合法的 可是问题出在 毕复达呀 和这些商铺业主啊 所签的合同上 那个原告律师啊 一口咬定 让咱们向商铺业主啊 支付赔偿金 赔偿金 时候我们几个正在议论这事嘛 想在贺总上班之前啊 抵出个头绪来 然后再向他回报 您不知道吧 刚才狐律师说呀 那个叫古语的律师啊 不好对付 你说什么 原告方的律师叫古语 叫古语 监制 那个 你落在铁头家的丝巾 我给你带回来了 顺便买了点吃的 进来吧 我们下来点一下 我们下来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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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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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现在真的很忙 有事的话咱们长话走说 可以吗 再忙也得坐下说呀 什么案子呀 让你忙成这样 一个合同纠纷纷纷啊 谁和谁打 对不起 作为律师我不能透露我当事人的信息 是不是在跟风太打官司 你怎么知道 其实我今天来就是因为这事儿 怎么说呢 谷宇 你知道风太所代理的七二一地块是谁的产业吗 它是海达的产业 也就是说你在跟铁军打官司 真是无巧不称书啊 我知道你对这事儿不知情 所以特地来跟你说一声 那然后呢 那就没有然后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圆满跟铁军的关系 这不是在打官司 是在打兄弟情啊 许红 你的意思是 如果我继续把这个官司打下去的话 就会伤害铁军和圆满的兄弟情势吗 当然了 许红 这就是你和我之间的不同 你想得太多了 我怎么想得太多了 律师打的是官司 换句话说 我们是用法律说话 法是法 情是情 这二者并存并不矛盾 这怎么能不矛盾呢 这就好比两个兄弟打架 必须要分出个胜负 可是不管哪一方胜了 最先失去的都是兄弟情啊 谷宇 我不是向着铁军说话 可是现在能改变现状的唯一的办法 就是你推出 当然了 我会补偿你 我会给你找更大 更有影响力的案子 而且那些业主如何支付你报酬 我现在就可以打到你账户上 够了 许红 我以为你是个民事里的人 我过去对你的种种看法是误解而已 但是现在看来 不是 你压根就是这么一个人 看在咱们相识一场的份上 我可以当你今天从来没有找过我 我也不会把我们刚才的谈话撑到法庭上 但是 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这是为你们家体勁好 也是为我自己好 对不起 告辞 郭宇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你从一开始就知道 丰太的背后是铁军的话 你还会接这个案子吗 我会 因为我是律师 丰太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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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好了吗 没问题 好了 赶紧擦擦汗 去喝口水吧 我收拾一下 我来收拾 先去喝口水 行 行 赶紧喝口水 你慢点喝 很快 还是跟小叔话不一样 你还记得我们小叔喝水的事 怎么不记得呀 你们几个人没事 谁要做错事情 就逞到喝水 你说你们怎么能喝下去那么多呢 喝不下去也得喝 输了就得喝 那喝下去怎么办 上厕所呗 你还记得咱们小叔的事 记得呀 小叔你们几个可坏了 没事就打架 谁说呢 我们小叔才不打架呢 我们是老师喜欢 同学喜欢 同学喜欢 学校喜欢的三好学生 你看我 像打架的孩子吗 我们为什么发展 我们为什么打架 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为了一个 叫常瑞雪的女同学 记得在五年级的时候 记得在五年级的时候 常瑞雪已经非常地漂亮了 五班有一个小子 看上了她 一到放学的时候 就去拦她 吓得常瑞雪不敢出门了 这个时候 我们四个男子汉勇敢地冲了上去 把这个小子抱大了一顿 并且大声地告诉她说 这个女孩是我们的 对不对 你别吹了 是谁啊 别人一冲上来 就往我身后躲 我那会儿不是 那个 那个 那个头小吗 就你那小身板 你行了吧 这时间过得真快啊 你说一转眼 我们都那么大了 长大后吧 你就会觉得小时候好 这小时候多高兴啊 无论下雨 无论晴天 这心里都是灿烂的 有的时候我做梦呢 都经常会梦到我们小时候 梦到我们学校那个操场 还有我们门口那个林音大道 可漂亮可漂亮 闭上眼睛 想想都美好 我又看到小时候的小雪了 你怎么看得很大 我又看到小时候的小雪了 我又看到小时候的小雪了 好好好 够了吧 不够 我还要 这隔空打牛了 差五度就得了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 现在是关键时期 我不能掉一星星 借口 你根本就不爱我 你又来了 送我 该做的咱们都做了 就差最后一哆嗦 你再认识 我不也天天认识吗 乖 对了 最近那个董金花 给你打过电话吗 打了 怎么了 回头把她的号码屏蔽了 或者 你干脆再换个号 谷宇那个破梁鬼子呢 万一让她知道 你也参与其中 那咱们就功亏一篑了 明白吗 凭什么让我为她换手就好 我不干 你爱不爱我 你爱不爱我 当然 那你就当是为我换手信了吧 好 乖 老婆 不要忙去了 先挂了 好 老婆 是 了 那谁啊 要不要帮你教育呢 教训什么 大家都是文明人 再说 我刚才已经用议员 教训了他们 我 来 问你个事 嗯 你知道 丰泰代理的七二一地块 是谁的产业吗 我哪知道啊 贺铁军 什么 你说的贺 没错 就是你的发小 贺铁军 我怎么这么巧啊 我也是直到今天才知道的 而且 还是蓝雪红告诉我的 所以 我想问问你的态度 我的态度 嗯 如果你也是那种 情感大于理智的人 那么我麻烦你 在我代理这宗案件期间 你只能到医院去住 否则的话 你是觉得 我会向贺铁军 透露原告方信息 你怎么会这么认为 你是谁 你是我老婆 他贺铁军再发小 我也不会抛下我老婆的礼物馆 去管他罢了 再说了 你是在捍卫法律的尊严 神圣而崇高的 我怎么可能会像蓝雪红亮 不懂分寸呢 你要是在这种原则问题上 我爱我 那我可真是 哎呀 好了好了好了 我不过就是问一问嘛 这问一下 我心里也就踏实了 他们越是这样 我就越要把这个官司 打得漂漂亮亮的 好了 赶紧开车吧 我得抓紧时间 把准备工作做得再充分一些 用来 请顺利 顺利 都聊什么了 聊这么久 小时候的事 老爷子 你说我不是在做梦吗 我看你就是在做梦 手机都响了半天了你都没听到 是吗 真响 老爷子 你吃药了没有 不用你管 这我就放了 你脚怎么样了 你是在关心我 我发现自打 你从博物馆回来以后 就怪怪的 你说话能不能正常点 人家腿好多了啦 谢谢你 只不过不能出门 好无聊的 好吧 那我不说了 那你去忙吧 拜拜 讨厌的 不要这样说人家嘛 不要嘛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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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怎么样 好些了吗 早好了 来来来 我郁闷 想出去透透气 不行不行不行 你这才几天啊 不行不行 快快快 躺好了躺好了 把被子盖上 你好好养几天吧 来 来 中国有句老话 慢点慢点 这伤筋动骨啊 要一百天哪 你好好养伤 爸爸今天啊 你做点好吃的 嗯 等做好了我来叫你 好吗 好 爸爸 手机请拿出来 来 好 谢谢 进 赵总 赵总 你看 有这么多 这只是我的大致股算 如果碰上的是其他律师 赔偿数额可能还有更大的回旋余 可谷语这个女人 这个数目应该是谈判的底线吧 好 赵总 为了签要这块底皮 咱们已经投入了孙龙大的注目钱了 也就是说咱们还没有 算了 没挣钱先赔钱 不是你们怎么 没有早点预料到吗 是我太大意了 我应该早一点惹风态 行了 行了 不想听马后炮了 胡理事 说实话 我们打赢这项官司的胜算 到底有多少 你们几个好好商量一下 你也不要有什么太多压力 如果错的话那也错在我 我就错在在签订签 要收过合同之前 应该摸清楚情况 好 你们商量一下 来 这边去 喂 小胖 铁东 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我有机车找你 什么事你说吧 你实话实说 你那边是不是遇到麻烦了 什么麻烦 我这没有麻烦 还瞒我 铁东 我是为你打入敌人内部 你知道吗 我天天身在曹银 心在汉那里 我容易吗我 铁东 您实话实说 谷雨现在是不是站上空呢 怪不得 怪不得什么 铁东 我得给你赔个布施 我家谷雨就是这么个人 你让雪红别往心里去 雪 雪红 这跟她有什么关系啊 谷雨是原告房律师的事 我也没跟她说呀 坏了 对不起 你看我说漏嘴了 不是 你快说 到底怎么回事 行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吧 今天雪红去找过谷雨 希望她退出这个案子 可这事 她该事先跟我说一声呢 你知道我家那婆娘 是个越劝越来似的主 你说雪红这不是 再给她打心一分气吗 我跟你说铁东 铁东 你在听吗铁东 我再听 小胖 我说过 我这个人公私分明 这个事 我家那个老婆 把事情做小了 让你见笑了 见笑是吗 这得好 你给句话 只要你一句话 大不了这个老婆我不要 不能再让她继续无难你 不用 对不住小胖 我刚才不冲你啊 我还有点事 先挂了 铁东 你可千万别跟雪红生气啊 她可是为你 你从中处有两三十五个人 也是这个事 很多价格 也要担心 我真的是 铁军 商量出办法了吗 你管得真够宽的啊 谁让你去找谷宇的 我 我这不都是为了你的案子吗 我心想 要是能劝动谷宇 让他退出的话 至少为咱们争取周旋的时间呀 此下和解 总比庭上裁决要好是吧 放屁 您把我的脸都丢尽了 我铁头什么时候做过 让自己的老婆跟对手讨饶的事 铁局 我只不过是 你只不过是 头发长剑是短 你蠢 决定的方便 家里面东西坏了吗 就应该马上修 尤其是带电的 是吧 要不修的话会很危险的 这 坏了 坏了 你看这个地方 哪儿呢 这儿 就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那你先休着 我给你倒点水去 好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你就是他 东西不太好 你 那你的脚衣红跟人啊 我拿着脚很厉害 不然好看 没事 你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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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打下手 你吃吧 我帮你打下手 把那个十字给我 钳子 好 好了 来 当盘 好了吗 好了吗 好了 灯块有问题吗 插座没插呀 忙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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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吗 行 那个 你再看看家里边还有什么要修的 没有了 谢谢你的 没有了 没有了 那行 那 那 那 你看 你怎么了 背不舒服吗 那个 我接了你的电话我都过来了 也没吃饭 那你歇着吧 我在外边吃点饭去 洗洗手 吃饭吧 不了 那个 你 你挺忙的 在这吃不合适 饭都准备好了 你回来 看着我干吗 我觉得你还像小时候一样漂亮 都这把年纪了还漂亮什么 在我心里边 你永远还是那个常瑞雪 吃饭呢 来 这我 那钱的事 你看 咱们不是说好的不提这事吗 你听我把话说吧 这事不仅因为我欠你的钱 你欠铁军的 最重要我还是想以一个比较积极的态度 面对未来 我在想 我除了教舞蹈 其他时间应该干点什么 但是我又想不出来 我听小瑶说 你帮她看过地摊 有的时候她忙不过来 我就帮几天忙 我这人不是做声音的料子 没帮别人赚到钱 我也不是 这辈子做不了买卖 这我虽然没做过买卖 但是我摆个对摊你看还行 要不咱俩合伙 你看 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呢 一定要 你在后边收钱 我待前面又要 怎么样 我妈那个厂子呀是生产内衣的 货员不又不缺 你是说咱俩合伙卖内衣 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 咱那想别的办法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可以啊 那就这么定了 就这么定了 行 没想到这事还真行 什么事啊 我快闷死了 你快出来 陪我一起去看烟火 不行 行的 行的 我跟你说我查过了 这是最后一场烟火 我一定要去看 你听我说 我告诉你 你不是怕我闯祸吗 今天人那么多 而且又那么远 如果你不在 我肯定会闯祸 而且呀 几率是百分之二百 好吧 我答应你 是 爸爸 我出去一下 好的